其实我们在讲这个核查工作的时候 其实刚才那几个店都已经困进去了 包括这个收入的成本费用等等 都已经困进去了 只是现在的话会把它做一个这种循环 结合这个完整的案例给大家说一点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12年和13年 一个财务核查一个评判的一个结果 在财务核查前 IPO一个申报企业总加数为890家 其中主板是180家 中小板是367家 创业板是344家 经过这个核查之后 出于正常审核的只剩612家 其中主板中小板创业板 分辨减少140家 265家207家 减少278家 减少比例达了30%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虽然大家都正在去报IPO 但是存在重大这种会计处理 或者说这种造假 不规范的情况还是多的 所以这种 就是当时为什么要求你财务进行一个专项核查 不是说你企业到了一定的这种利润规模 你就可以报上市了 因为上市之后要成为一个公众公司 在整个中国这种政策 或者经济环境影响下 你不可能说你企业上市之后 让股民进行一个判断 这样如果这家企业倒闭或者怎么着之后 你所有的这种股民的钱全部就亏里面了 国家也好 证监会也好 这种监管上 它是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因为这种严重影响到股民的一个利益 在中国这种70%股民的这种参与下 国家在政策性还是不敢这么弄的 其实这一部分给大家总结了 就是IPO财务的被否决的一些案例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占比很高的是 最高的是75.8% 是持续经营能力 然后第二个是会计基础 会计政策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的合规性 是这样15.6% 关联交易的公寓性是5.5% 一些其他的一些要求深了3.3% 然后我会把这个 就是持续给大家分开 大家讲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是最近三年的一个 被否的一个案例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一下14年 还刚才最多的是这个 持续盈利能力 独立性 关联交易 这是大类 到了15年的话 这就是内部控制给加进来了 还是资金应用途给加进来了 其实到了16年的话 这个形状就比较多样化了 持续能力已经下降了 独立性缺陷又上升了 然后包括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等等 这是有一个比例的一个变化 我分别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独立性 这个独立性是要求什么 就是你第一部分就是资产是完整的 资产完整的主要原因就是你不能要依赖于控股股东 你本身企业作为一个法人要去上市 你本身这个资产所有东西都要是完整的跟控股股东是分裂开来 然后第二个是人员的独立 人员的独立 其实这部分在有些企业可能会碰到 因为企业的总经理或者说董事长 他会会兼任的其他这种关联企业的一些其他职位 这就可能会涉及到一部分你精力不能集中在这个企业 第二个就是你本身可能会在利益输送的关系 要求你人员是独立的 第三部分是财务独立 财务独立的话 就是你要有独立的财务核酸体系 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具有规范的这种会计制度 或者对分公司或子公司的财务管理账户 银行账户一个独立 然后再往下是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 业务独立主要是讲的 就是你个控股股东 还有其他董钢间之间 不存在同业竞争的 或者有失公允的关键交易 持续营养能力是 制潜意的是一个大类 持续营养能力是比较多 第一个是包含你这个经营模式 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 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现人的持续营养 构成一个重大不利影响 第二就是发现人的地位和发现人环境 已经算成败花 你比如说你整个行业上 比如说在光复行业 现在基本上就是 受美国这个反倾销之后 对吧 整个行业基本上现在都都已经玩完了 你本身的行业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你本身上是存在一个重大的情况 然后再往下一个发现人 最近一个快年度的营业收入 或净利润对关联方 或重大不确定性的客户 存在重大依赖 我们讲的是一个关联方 和重大不确定的客户 但是有些客户 你比如说我的下游就是中石油和中石化 而且就合作了十年了这个周期 这部分就属于这种重大确定性的客户的重大依赖 这部分其实也是可以的 他现在挑的是你不能是他的关联方 你不能是不重大客户 你本身下游是一个很弱小的民营企业 这个民营企业到底是死是活 你都不能确定的 那你企业本身的一个食用能力 肯定是受到限制的 但是如果像你的下游就是政府机关 或者是重大这种 洋企业银行这种作备书的 他是一个确定性比较强的客户 你对他存在重大依赖 也是可以上汇的 这部分也是有案例通过的 然后往下一点就是 发生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来自于合并报表之外的投资收益 这本就我说了这种 刚才说银丸收入 或者说你质卖资产所换来的钱 这部分也倒还好 就是他会把这么一踢楼出去 看一个规模和一个净利润 再往下一个这种商标权的 一个核心技术的 一个这种风险 持续引力的那讲 然后再讲一下 这个木头项目的规划 当然现在的话 就是还好一点 之前的话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企业本身 现金进入也很好 资产负债率也比较好 他上市被否了 就这家公司纯纯的是因为 那个发生委觉得你不需要融资 被否了 当然现在案例是出现的比较少 现在对这个木头资金的规模 或者什么 是是要求比较多的 要比较多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好多企业 他木头完之后 他会做一些和主营业务 非相关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买完之后 你说我要跨界评购 原来是传统这种政策 我现在要去做一些互联网的 我去做一些金融的 我去做一些高科技的 这理论上 你在木头项目的规划上 是不能写的 因为你这就是 把他和之前的那种 持续盈利又存在刮钩了 就是你本身 会造成你盈利的内部确定性 如果你投资这种重大项目 出现重大风险的话 你这个企业就白上市了 就是上市的话 可能会出现退市等等情况 所以你这个木头资金的规模 和木头量 和你这个 就是不会产生同样竞争 也不会对独立性产的影响 这是一个本质的要求 当然现在的话 这个证监会还是有一个要求 如果你的股本低于4亿 你是要稀释25%的 如果你的股本高于4亿 你可以只稀释10% 一般上 一般上 理论上 企业希望是多融点 多融点 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现在的话 就是 因为前期 企业因为你都是股本比较小 而且你体量比较有限 你多融点的话 钱的话会到位比较多一点 适合你以前的发展 而且现在正将会有18个月的一个 你再去定增的一个期限 所以对于这种刚刚上市来企业 还是都会吸着25%左右的一个规模的水平 这部分市值也会进行大 我们讲几大案例 我们先讲这个持续引领能力 是一个安徽 同都发门 狗仙有限公司 我们听这个名字 还是做发门的 发门就是传统这种开关 发门开关的 微博会的原因主要是 给的主要是你这个行业市场竞争基点 小口径发门的毛利率是呈下降趋势 依靠大口径发门这个销量不断上升 弥补了小口径 这个毛利率 虽然下降影响 但是它这个50%的产品 还是销售于这个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所用的这个大口径 超大口径很多 但是我国自这个零用以来 这个污水处理能力明显放缓 2011年营市增长2231万元 一通账款增加2176万元 商户市场对你公司持续盈利 增长不重大影响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的产品 就你出于产品出于淘汰阶段 而新产品出于初步阶段 第二就是你下游行业明显就不增长了 是一个衰退的期 然后第三点被否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这个收入增长和 应用账款增长 基本上是保持一致 说白眼说你这个 这年根本就没有收到钱 你只是卖出去 别人没有根本就没有给你回款 导致你这个现金流出现重大问题 这里跟大家讲一讲 基本上所有的企业 如果要死的话 不是死于这种低步子战 或者怎么着 他大部分都死于现金流 有些企业你给他这点钱 他就能活过来 所以这企业为什么钱要融资 融资 他就靠不断融资活下去 你要解决他根本的现金流的问题 现在是前期包含了工人的工资 你要传统知道一下 你要去进货 你要去提前付货款 之后再卖出去 它是整个一个循环 对吧 大部分企业要死的话 都死于现金流 在我们现在看一个珠海一帮制药 按理说制药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业 但是它为什么不行 主要是因为它是自产药品销售和代理药品销售 它是代理业务 它代理药 我就不说了 它是10年为山西普的代理商 2006年彻底转变为全国的一个代理商 它均是向这个山西普的进行采购 然后这个销售占比分别是64 69和67 毛利率也分别写出来了 毛利率这个增长是由09年的39.68 增长到了这个2011年的67.36 然后说明它这个代理产品 为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 盈利来源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 本次木头产品为新药品的生产 随着木头项目逐步打产 资产药品的收入比例上逐量增加 预计2017年的资产药品销售收入将达到74.42% 公司业务将以资产药品销售为主 你公司在申报材料和现场这个听讯中 为旧上述经营模式 产品结构变化对持有利的影响 做出一个充分合理的解释 说白就是说 它在经营模式和产品结构 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这个阶段理论上是不太适合去报IPO的 就是说你要稳定下来之后 你再去报会好一点 你在这个整个一个转变的过程期 证监会或者发展处 他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转型是否能成功的一个风险 就说白了 就是因为你转型 其实跟一家企业 跟重新造一家企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因为你传统业务 如果逐渐剥离或萎缩的情况下 那证监会肯定要看你新产品怎么样 新产品存在不重大 存在重大的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 肯定不会冒这种风险 给你去进行一个审批的 再往下看潮哥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也是实际盈利 它是卖这种IPTV家庭娱乐终端 和融合视讯终端 给研发生长和销售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为什么进行一个否了 就是因为它这个10年09年和08年 委托这个百亿股份 及全资子公司外包金额 占你当年总的外包金额9896和99 比如说它这个单一客户 依赖性是比较多的 也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 这我说了 对下有一家民营企业 或者说它本身这个企业的 名声实力都不够的情况下 你对它产生一个强力的这么一个依赖 这种情况下 证监会肯定会觉得 你这个出风险的情况还是比较大的 这我刚才也提到了 除非你是央企或证监会的 或者政府机构的情况下会好一点 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一点 这个讲的是这个采购价格是不合理的 不给大家过了 这个给大家讲一点 就是养人员 是杭州千岛湖 巡龙科技 2010年12月 公司这个股东 以每股 3.9元 增资305万股 在你发行前 股本的4.99 公司的话 在2010年10月 在2011年3月 向这个资新良美 采购了7至8台 这个磁性 西伯利亚雄 杂交雄 和石群雄 这个雄的价格达到了 3660万元 但是这个公司 2010年和2011年 营业收入分别为 7000和1亿 扣非后的一个净利润分别为 2400和3400 扣除于自信良美 关联交易后 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 是6000和7000 然后利润是2000和2700 上述交易对你公司 这个2010年和2011年 主要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这部分讲的是什么 就讲的就是 就是类似于这个股东 进行一个突击入股了 就是10年12年 就进行一个入股 入股之后 这种关联交易 还是比较大的 它既是你的股东 又是你的客户 就会存在 一是你独立性不完整 二是你存在可能虚假 这种业绩操纵的一个过程 在我们下面 也可以看一个案例 是这个 江苏东株景观有限公司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卫博会的一个原因分析 就是报告期内 营业收入利润增幅较大 而经营活动产生的 新营流净值 远低于同期的 净利润水平 你公司存在 一定要常见风险 其实这部分大概提到了 就是 这个新营流不能进行一个及时的周转 因为它像做这种 这种警官 这种物业的 因为它更多的是这种政府机构 或者大型的物业机构 他们的限运的回款是比较慢的 一年起上都是 都是很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政府投资项目 军工决算时间较长 且无明确的一个期限保证 所以对它进行一个否决 一个否决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先进流 时间比较长 可能在这个可预计的期限内 不能实现一个完整的一个回款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华智酒型连锁的店 它是做这个酒类生产和销售的 这家被俘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具体我就不念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主要原因就是关联交易持续上升 然后这个董事和高管存在重大变化 其实如果你只有一条的话 你没有说你关联交易上升了 但是你如果能合理的解释的好 有可能也不会 但是你在这个关联交易上升 同时存在这个重大董事和高管存在重大变化 变化的情况下 你就很难过会了 理论上讲 你董事和高管管有一个存在变化 你就是光这一点上 你就很难上市 尤其是这个你这个CFO或者董密这两个 还包括一些你其他负责生产 或者销售的这种副总财级别的 这种要一致换的话是很难达成上市的 这一点上就是我们一个独立性 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持续经营能力讲完了 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独立性 独立性的说本来就是一个是资产业务 还有一个人员上的一个独立性 这个我们先讲资产一个独立性 资产的独立性体现的什么 主要是固定资产 比如说你现在使用的这个房产 没有这个房屋产权证 土地使用权证 你这部分是不行的 或者说你租赁的房屋 也没有土地使用权证 这部分也是不行的 所以你要复合上市的时候 你不需要这些所有的证都是齐全的 而且如果你从事那种化工生产的时候 你还需要这种环保证 一般的 有的企业它会有这种花博地 或者这种土地 集体的这种资产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 也是很难通过的 比如说明产权不清洗 资产不独立 刚才说到资产的一个独立性的问题 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市场竞争力不够 或者说这个新增股东成为交易客户的情况 这其实是涉及到这种业务的一个独立性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案例给大家过一下 它是厦门湾智能股份 公司主要包括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 智能化产品代理销售两部分 公司2011年毛利率达到75%和25% 其中就是这个建筑智能化这个系统业务的市场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2010年公司在智能在这个智能建筑化前50名企业中 市场占领为1.29 2010年9月 近时投资 并将控股和资产人股东 吴忠良和杨坚 增资成为公司第四到第七大股东 2009年至2001年 你公司与上述股东举关联方的智能化控业务金额 分别为这个4000 4900和3000 占同类型交易的23% 19和9.4 由总体来讲的话 就是你新增的股东成为你的客户 并且你这个关联交易 其实是上升的 这部分的话 其实会存在一个独立性的一个缺陷 就是你为了 怎么来讲 这个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企业你要上市了 对吧 你要上市 你可以告诉你的下游一个客户 说我要上市了 那下游客户听完之后 那说 那那好 那我这样的话 我成为你的股东 我们的销售额 可以增加 这样对商务都有好处 对吧 如果那家公司成为控股股东 如果不是控股 成为股东上市之后 他可以赚取这种二级市场的一个回报 同时他给他一定的这种利 这种利益上的承诺 就是说我都去采购你的东西 这就会存在你这种 这种私底下一个交易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的业务不独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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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